宋盖雷热是背景中河流的名称 宋盖雷热在不可远远崛起并在斯仁盖的流入大海 宋盖入等与不可远远以南的宋盖雷热合并 这是潮汐灌溉河 在它的河口,它容纳着棒站冰城的渔滨船 这个舒适的港口为这些船夫提供了充足的设施 有修理他们的船河网的地方,有足够的蚊杖 这里有登陆和交易日常云货物的地方 但是,有个大问题 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洲,潮水和附沙水会何处 在满月或新月的日子里,河口被退潮时的沙洲阻挡 在这些浪潮中,船夫们不得不搬进或搬出他们的船 但是,问题可以解决 专家设计了一种新的防波堤 以保持河口足够深的所有潮汐 因此,在顾问的指导下 承包商开始建造 并建造了第一个防波堤 第二个防波堤的建设也很快开始 并在几个月内创建了一个新的泄湖 但是,有问题 沙洲仍然在那里 仍然阻塞河口 在春季潮汐时期,旧泄湖完全干戴 欧山盼前面的新泄湖已经预计 不久后便与另一个泄湖处于相同状态 旧国际学校背后的沙丘原定于2019年9月拆除 但仍在那 曾经核实,这里有大海 这是进步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